大家好,我是三喵,这个鞋肥菊逃到上岗,今儿聊这个话题叫这个足鞋反腐,其实这个话题本来也没有什么好聊的,但是这个央视啊,前几天就这个重磅高调宣传会在这个晚上八点当的黄金时间播出这个一系列的这种反腐这样的一个节目,那么一月九日就是在讲整个的这个足鞋反腐。 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众所周知啊,那么如果你是一个这个中国的球迷,你可以喜欢游文足词,你可以喜欢皇家马德里,你可以喜欢A.C.米兰,但是这个国足这个东西吧,你说你说你一点都不看这个也不太现实,那么有的时候你自然的会拿这个国足跟这种世界顶级的这种足球去拿来比啊,当然比了以后,基本上你会发现这个 没有什么可比性,而过去几年这个足鞋,他方式的腐败可能在很多人来说,已经是这个触目惊心。你看啊,这个国家队的这个原教练李铁,吹头发的那位啊,进去了。 这个足鞋主席进去了,然后足鞋还有那些官员,你像这个什么刘毅啊,你像这个什么杜赵才啊,包括这个纪律委员会,什么王小平啊,基本上都进去了。 那么这个反腐这个片子里面啊,也是在说啊,触目惊心,有一个这个APP叫董球力里面,很多人在说这个触目惊心,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啊,并不值得那么的这个触目惊心。 因为平常球迷们也都在说一句话叫什么呢,中国足球已经烂到根了,也就是说这种环境下腐败,那是一个很正常很正常的事情。 那个程序员啊,这个足鞋的前主席,他就说在自己上任之前的那天晚上,就有人啊,过来给他卸下来一个双肩包,说这个老规矩啊,这个以后请多关照。 那么什么叫老规矩?一看这双肩包里面,三十万,这只是一个,其实是有两个这样的这个双肩包。 那么这个李铁呢,他自己在出任这个华夏幸福啊,河北华夏幸福主教练,跟出任这个武汉卓尔主教练的时候,带着这个球队从中甲冲到中超的时候,每一次都是通过甲球得来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那么再后来,当这个李铁想出任国家的主教练的时候,其实你要说啊,整个整个这一个贪污腐败的窝案被查出来, 那么李铁绝对是其中一个核心人物,这里面有几点,第一,是他是一个有追求的人,所以啊,这个诸位如果想搞贪污腐败的话,一定要跟那些只愿意去纸醉金迷,去消费人生的这些人去搞贪污腐败。 你千万不要搞一个既想贪污腐败,又想做事,或者说这种做事是人生最终的目的,这个贪钱只是手段,你要跟这种人搞到一块的话,那就坏事了。 因为在这个人做事的时候,如果办砸了,那么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跑都跑不了。 那么李铁他的雄心壮志就是出任国家队的这个主教练啊。 哎呀,其实你说这件事,当时李铁这个当球员的时候,他就已经说了,他说啊,我最痛恨你踢甲球。 那么将来啊,我想出任的就是国家队的主教练,这个如果大家在一起玩这种行贿受贿的话,建议好好做做背调啊,这个李铁这样的这个背调真的是触目惊心,触目惊心。 因为太想争取上进了,太想当国家队主教练了,而之前的国家队主教练那是谁啊,意大利冠军教头李皮,对不对? 现在,球员已经明着眼他了,然后李皮说,这个我来这儿,我不是骗钱的,我宣布我辞去这个中国国家队主教练这个职务,所以呢,在2020年的1月份,帖子,对吧,就单身了这个中国国家队主教练,打出口号叫什么,团结是帖,tie together,就英语里面的tie,这个汉语拼,念铁嘛,这个就是一个双关语,铁加 他当时还是在武汉卓尔俱乐部去担任教练的,那么为了去争取这个主教练的职位,这个李铁真的是自己掏腰包掏了100万,然后动员俱乐部掏了200万,这个在俱乐部里面当教练,现在你要去国家队当教练,你凭什么让俱乐部掏腰包呢? 这个李铁就说了,到时候会给你们这个俱乐部很多很多的好处,会让你们武汉卓尔的一些人去这个入选国家队,这不四位吗?比如明天呀,这其中的这几位真的是入选国家队了,那你就不难理解当时为什么有规划球员的这种情况下,国足主教练,李铁还是在任人为亲, 一定要把卓尔系的这几个人给往里塞,然后国足的这个战绩也是一言难尽,对不对? 那么,对吧,第一个就是这个有大志向,第二个就是把事情办砸了的,对吧? 李铁是不是把事情办砸了?那真的是把事情给办砸了,不但办砸了,还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国产教练怎么了? 对不对?我们这个在新闻发布会上,他的这个语气比这个腾哈格还要硬,然后就辞职,就被辞职了,然后继任的李肖鹏带队这个大年初一输越南,那这一下子,那查,查理铁的话,就牵涉出来了一堆人,所以看到没有,这个整个的这种情况,还是你说陈旭元也好,这个足写的很多人也好,找了这么一个有, 有点理想,至大才输的人,当自己的这个贪污队友,那么到最后,就演变成了这样的结果,其实你要说整个的这个央视的这个反腐纪录片,讲的这些东西,很触目惊心万不,他远远没有触及到一些最根本的东西,这么这些年来,为什么大家才一窝蜂的搞足球啊? 那恒大的事情,要不要拿来说说上岗的事情,要不要拿来说说,对不对? 而且,查掉这几个人之后,整个的这个权力体系,难道就没有腐败了吗? 其实,只要有权力体系,只要有这种不受监督,不受市场竞争制约的权力体系,那是一定会腐败的。 这个国安之前有一个民宿叫什么来着,谢什么还是张什么?我忘了,他自己开了一个足球学校,对吧? 然后,他这个足球学校,因为他自己有这个国安的关系,是可以让小队员,将来可能进国家国安的这个梯队的啊,那么就爆出一个丑闻,他跟学生家长睡觉。 那么,这种事情虽然不是金钱腐败,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触目惊心的这种腐败的事情,怎么造成的呢?对不对? 那就是,你这种权力没有整个的市场,没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去监督啊。 你要是说起来啊,这个日本,中国的邻国日本,90年在搞的这个足球职业化。 但是在这之前啊,2024年了吧,现在这个前几天,日本高中的这个整个的全国比赛,102届了啊。 你考虑到这个二战那会儿,可能会暂停那么几次,102届,这种民间的基础打下来,大家的这种选择的整个整个的这个面会广一点。 你比如说,那个之前在国际米兰踢过球的一位日本的这个球星,叫常有佑都啊。 这哥们儿是到大学才开始踢这个职业联赛。 之前是玩太古的,太古达人,哎,人家能去到国际米兰去踢球去啊。 那么,当然在去国际米兰之前,也是在这个职业联赛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选择。 这个就是有充分的这种民间组织啊。 有人说,要不要放开市场,你先把民间组织给放开掉。 这个是很难很难的这种事情。 民间组织,整个的这种民间的俱乐部,这种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有常有佑都,后来他的这种生涯。 那么,有人说啊,国族这个样子啊,那个退钱哥说的那句话,啊,你对得起我了吗?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啊,退钱啊,这个,这个已经不是这个退钱的问题了,对吧? 那么,整个的腐败到这个样子,真的不是触目惊心。 如果你稍微懂一点点历史的话,朱元璋对贪腐,惩治力度大不? 下场又是什么,对不对?还是那句话,权力导致腐败,不受权力的,不受这个制约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 只不过足球倒霉,怎么个倒霉呢? 很多很多的这种事情,并不能够暗箱操作,都在阳光底下,对吧? 大年初一,国足一比三,输越南的时候,很多很多的东西,就像阳光下的冰山一样,就这么消融了。 那么你想想,这除了足球之外,其他的那些东西,比如大国重器啊,或者什么这样的东西,贪腐,难道不是一种必然吗? 对不对?这何止是足球是这个样子? 那整个足球又何止是李铁陈曲员? 那么几位呢?对吧? 所以说这个国足可以看啊,当个笑话看,好了,那么行,今儿咱们就聊这么多。 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点亮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